這次對位四內樂團 其實他們是在2000年的時候成立的一個樂團 在高雄可以說是話罪也更大 非常的有名的樂團 他們長期但是獲得高雄市的福祉團隊 他也是文件會文化部的福祉團隊 所以長年來可以說他們的表現 不只是在高雄這個地方耕耘 他們也積極的在台北兩天院 在新舞台 在新北市 都有非常精湛的這個演出 尤其是這一集所推出的 這個江文也與兩位夫人這樣的一個歌劇 音樂歌劇 音樂劇 其實應該算音樂劇 他在去年的這個演出的時候 在新舞台的演出就受到非常 陳樹舞台還是新舞台 新舞台 新舞台的演出就受到非常好的這個樂評 那台新這個藝術獎也入圍了這一檔的節目 可以說是一個不管是在職上 或是這個品質上跟亞俗共賞 可以這樣講 其實雖然感覺這個劇馬是比較文學性 比較深色一點的感覺 那但是其實他是非常亞俗共賞的 那江文也先生是我們這個近代史 近代的這個音樂史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教父級的任務 只要是學音樂的應該都對他都非常的耳熟 那他出生在台灣 那之後呢也就是發展在日本 那到北京兩地去做發展 那當然他最後是在中國這個過世 那他的跟這兩位夫人的故事呢是相當傳奇 我們以前的話講會講說是才子多情 那但是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劈腿 劈腿的故事 那當然這個背後就會有非常多的痛苦的糾葛 表面上看起來很光光 可能背後的糾葛就非常的多 那我們李老師呢 這一次也特別跟我們多月市內樂團合作 那用非常快智人口的一些音樂 去把這樣的一個劇馬把它呈現出來 裡面我看的曲目呢也包含了相當多的 像徐志摩的好像習慕隆的詩去做的改編 相信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 要把握的一檔的這個展覽的演出 那所以我在這邊也拜託我們媒體朋友們 多多的幫忙宣導 讓這麼好的一個劇可以在台南的演出呢 可以讓更多更多的這個戲名 都能夠到台南他中心來欣賞 那在這邊我也祝演出能夠圓滿成功 那也謝謝各位聖誕樂團 來參與我們台南藝術節的活動 那一張謝謝 我愛的原鄉 你在何方 我愛的原鄉 也曾尋方 也曾尋方 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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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曾尋方 依舊 千方 也曾尋方 也曾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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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